打完比赛的鲨鱼好像真的变猛了 看到队友顶前面防驱 居然不拉枪线紧随其后 让观众直呼陌生 队友率先打开突破口 楼上还有其他敌人 鲨鱼立马掐头之物 连续丢了三颗雷 但队友早已经拿捏敌人 队友已经在舔包了 看到不远处的超空 鲨鱼反击倒横之 队友还在那边舔包 我已经在那边舔大包了 还得是鲨鱼聪明 香香空头不比舔包香吗 喜提神技狗杂 刚舔包完毕 听到附近的枪声 鲨鱼立刻起马拉枪线 但鲨鱼一听就知道不对 队友成功击倒两人 打开突破口 鲨鱼拉枪陷到石头后 配合偷袭 一波M4要七点射完成灭队 本想舔包 但还是想稳住加分 比赛这两天 鲨鱼战神已经不保 必须重新拿回来 稳一点稳一点 再把七一个大分 可继续在这个位置 苟了两分半安全区刷走 场上还剩二十多人 鲨鱼并不是无事可做 而是骑马探路 刚到圈边观察 就听到马刹车声 赶紧抱点队友 鲨鱼独自一人拉枪线到斜坡 刚好可以打敌人措手不及 队友收到信息赶来支援 鲨鱼下马 率先放倒一人 敌人直接抛弃队友开车跑路 鲨鱼最看不惯这种卖队友的 必须制裁 配合队友再次进到一人 狗分载队友瞬间团灭 自己还在舔包 队友已经往圈内靠近 发现有人不忘抱点打配合 队友精确标点敌人位置 鲨鱼起码拉枪线支援配合 这种圆点敌人 还是交给M417吧 无需两秒半瞬间连打呆队 打完比赛 在打王牌十八星局跟打人计一样 鲨鱼只是看一眼石头 再次发现狗分子击脚 果然吊针必有人 鲨鱼不管狗分载 立马支援队友 看来打比赛 还是能改变不少习惯的4号被击倒 鲨鱼下马输出 可惜4号还是无力回天 打完鲨鱼不忘盯住狗分载 万一被偷袭就有点冤了 鲨鱼即使抗毒也要钉死狗分载 没想到狗分载稳如老狗 鲨鱼不得不舔包 鼓冲一波盛宝了 这下又可以和狗分载号了 好在皇天不负老六人 狗分载终于露出鸡脚 盯了它这么久 居然还有自救 但鲨鱼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必须起码拿捏 否则岂不是白浪费这么多圣包 这果然也是个千年老狗 鲨鱼立马打状态 但此时前面却再次来车 鲨鱼中止打药 也要压制对面 换好子弹 再次将敌人扫至大弹 弹尽粮绝 必须补充一波了 队友情况不妙 鲨鱼只能暂且放过树下 敌人必须封烟 起码支援 一手队友了 敌人干拉跑步 鲨鱼配合队友成功拿捏 很快只剩最后两人 你们直接拉过来吧 剩下两个在我脚下 高打低毫无压力 拿下两头 队友支援过来 鲨鱼也没啥好犹豫了 脸上脸上 鲨鱼天神下凡 拿下圣子 队友成功配合鲨鱼吃鸡 必须求一波合影 来 合影 王牌18星居然能打得如此轻松 鲨鱼打完比赛后 真的变猛且变嚣张了 我行是打完比赛 打这些 会跟 跟谁只蚂蚁一样简单吗 虽然比赛 鲨鱼大部分时间都在拱分运营 但比起一些平时直播乱杀的主播来说 还是很猛的 比赛都嘎嘎猛 打你们跟你死只小蚂蚁一样 打完比赛第一把加班录皮就吃鸡 背心战神口号必须安排上 看我直播 吃鸡 你也可以